哈囉大家好 我是興趣閃燈攝影師Enzo 那今天要來介紹的就是三款還蠻夯的RGB LED燈 那為什麼RGB LED現在又這麼夯 就是這麼多廠商都在加入這個戰局 因為有個重點是現在連蠻多的攝影用戶 也都改成用LED去做打燈 還有個重點就是因為它是持續燈 所以是所見即所得 所以我們直接把光打下去之後呢 我們看到的樣子在按下快門就直接得到成品 不像我們平常在用閃燈的時候 那要測試蠻多張才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樣子 而且加上我現在有很多攝影作品 都是使用LED的持續燈所拍攝出來的 搭配到我的IG去看 而且這一次呢 我有成功在台北開成持續燈的打光課程喔 那也有蠻多粉絲在問我說 我平常到底是用哪一些LED燈具在做打光 所以說我今天特別做這個影片呢 來給各位分析一下就是我平常都用哪些LED燈具 還有這三載LED燈具 大家到底該選哪一台喔 我會不會再選擇 給大家看 我會不會再選擇 我覺得你會不會增加 對 choppup 但是我會不會再選擇 更多人 你會不會再選擇 那種血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那主轴来了今天要介绍的三款LED呢 那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台湾品牌派丽飞Pilotfly所推出的RX1灯具 那第二个要介绍的就是Bolling柏林所推出的P1 第三个要介绍的就是知名品牌爱图4所推出的小型的RGB LED灯具 那我会做下面这些详细测试给各位看 好那第一个色温模式的白平衡 那因为这三盏灯呢都有支援色温模式嘛 那相机也可以设定色温去对它的色温到底准不准 今天的测试环境呢我是使用HR2 然后我没有做任何色彩偏移 我把色温设定在5000K 然后我测试一下呢这三盏灯在5000K下的白平衡表现准不准确 那我们直接看成果可以看到三盏灯打出来的效果呢都不太一样 Pilotify看起来比较黄一点 然后Bolling看起来比较蓝 然后爱图4看起来比较绿 我们用眼睛看这样比较当然不准确 所以我们进Photoshop点最亮点之后呢 去看RGB的分配就知道哪一个最接近白色 然后就我的测试结果看起来呢 Bolling的白平衡是最为准确的 也就是它RGB三个数字是最为接近 所以它最为接近白色 那当然可能会因为相机有影响 那就是因为我常用的相机是HR2嘛 所以我就做这个测试给各位看 就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亮度方面的话呢官网都有给数值 但是因为他们官网给数值不太一样 爱图4呢有给0.3 0.5的亮度 那Pilotfly呢只给0.5的亮度 那Bolling呢只给0.3的亮度 那我还是实际测试一下呢 那我的测试结果呢是Pilotfly的RX1 跟Bolling的P1亮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爱图4因为它的灯泡也比较少嘛 它亮度理所当然就比较低 而且是低很多的那种等级哦 那我们就官方上面的数字看起来呢 爱图4的亮度呢 差不多是这两盏灯的1 3分之1左右而已哦 那射灯方面 为什么我要测试射灯方面呢 因为我这次使用灯具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呢 是我使用Bolling P1灯具的时候呢 我发现你将亮度调暗的时候呢 它就会很明显的出现射偏 它也是非常严重 可能你降到50%就会开始出现射偏 那你很难再做补光的角色 因为你补光角色的亮度 不可能是最亮嘛 所以如果你把灯具的亮度调暗的时候 它又射偏了 所以变成Bolling P1在射灯模式下 调亮度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那另外两盏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再来第四点呢就是使用方便度 那这三盏灯比起来呢 当然爱图式的MC呢 是里面全部最轻的 也是体积最小的 所以你论携带性的话呢 它确实是最好的 而且它的背后呢也有磁铁 就是你看到可以吸的地方呢 你可以把灯具直接携在墙壁上 它就可以变在墙壁上的灯具 非常的方便 那这三盏灯里面也只有它有这个设计 但是比较可惜的一点呢 是它的下方只有一个四分之一的锁点 那再来呢Bolling P1的设计呢真的是一绝 它这个刚刚拉出来之后呢 可以再旋转 然后它上面呢有非常多的四分之一的锁孔 所以非常的方便 基本上你可以架出非常与众不同的角度 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子去做调整 它是里面我觉得这个设计呢 最厉害的一个地方 那我希望其他厂商或许可以 仿造一下类似这样的设计呢 会让你在调灯具的时候呢 非常的方便 那Pilotfly X1的部分呢 它只有这边有锁孔 但是它有八分之三的锁孔 也有四分之一的锁孔 那它还有附一个LB 就是你可以装在旁边锁住 那下面就会有锁孔这样 好那在第五点的部分呢 是配件扩充性的部分 那爱图室的部分呢 它直接出了一个原厂的柔光罩 你买灯具的话呢 它会直接送这个罩子 你也不用另外花钱去做购买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灯装进去 这个 这个灯装进去 非常的可爱 然后它有个重点呢 就是它装了柔光罩之后 它还可以装进它的原厂包包 像这样 它原厂包包的设计理念呢 就是已经包含柔光罩的部分 已经设计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它是里面 配件扩充性方面 设计最好的一个地方 那X1的部分呢 它也有很多配件去可以做选购 我手上这两个呢 这个呢是柔光罩 这个呢是风潮罩 风潮罩呢 就是用来打比较硬的光 比较集中的光 那柔光罩的话 就是打软的光 然后比较扩散一点的光 那它附上这两个套子呢 让我常常用这张灯当主灯 因为它最亮 然后又可以装不同的套子 你可以打很集中的光 也可以打很柔的光线这样 那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你套了这个套子之后 没办法放进它原厂的袋子 所以说要嘛就是 你就不用装进原厂袋子了 就是你装这个柔光罩就直接出门 或者是装这个风潮罩就直接出门这样 那Bowling方面的话呢 是目前是没有什么配件 那它还是唯一一个优点 就是说 它旁边的这个手臂呢 设计得非常优良这样 好那再来第六点呢 是特效光测试的部分 那这三盏灯呢 都有非常多的特效模式 像是闪电啊 警车啊 然后电视 或者是烛火这些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三盏灯的特效模式 基本上都一样 就是大家都互操 操来操去的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 在影片拍摄的时候 使用这些特效光打出来的感觉吧 那总结时刻到了 那现在来详细分享一下 我的整体使用心得 那我最常用的灯呢 就是这个Pileify的RX-1 因为它的亮度最亮 我可以上柔光照 又可以上风潮照 它非常适合当主灯 而且它的色灯模式呢 基本上颜色也不会出错 像是Bolling都会出错 那它也不会出错 甚至于我在一些白天的室内场景呢 也可以用它补一些光 这样子 因为它的亮度 其实算是真的还蛮亮的 那第二个我常用的灯具呢 是这个爱图斯的小灯 因为它第一个它最小巧 它架在相机上呢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负担 然后它的色灯模式 基本上也不会出错 然后它背面也有磁铁 所以我在某些特定场景的时候呢 我曾经把它吸在楼梯上 让它去打光 还蛮有趣的这样 那基本上 这两盏灯呢都是支援手机遥控的 就是你可以手机直接遥控它的灯色啊这些 但是基本上我是没有在做使用 因为我都直接用手去操控 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快 不然我拍摄的时候 一边用相机 还要拿手机出来一直调 我觉得有点麻烦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那个功能 并不是必要 但是有了也是比较好 但是就是 我可以说就是我没有用到啦 这样子 那Bolling P1呢 是我里面最少用的 那唯一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的色灯模式会出错 所以说我没办法很准确的 调出比较暗的色灯 颜色一定会错嘛 那这样 我就没办法接受这个问题的存在 所以基本上 我都把这盏灯拿来打白光 拿来打色温模式 那以CP值来说的话呢 Pilotify是里面最贵的 但是它确实是里面表现最优良的 也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它又有满多丰富的配件 那 艾图4是里面最便宜的 但是艾图4的光值 搭上这个柔光照 打起来是确实好看的 所以我觉得你不追求要很高亮度的话呢 艾图4确实是可以做考虑的 那如果你追求亮度又追求光值的话呢 我比较推荐的是Pilotify RX1 那如果真的要论CP值的话 或许是Boling的P1最高 但是它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的色灯模式会出错 所以这一点就是看各位能不能接受 如果你拿来打白光 或者是你的色灯一定是打100%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选这盏灯 而且以上三盏灯呢 都是使用Type-C 而且它都是可以边充边用 而且都支援PD快充 所以我觉得这三盏灯都算是非常先进的等级 好那今天的评测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看完影片呢 可以在你的心中做出选择 那如果这部影片呢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欢迎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 我是兴趣展的摄影师Enzo 谢谢各位 掰掰 拜拜 拜拜 by bwd6